嗨 大家好 我是直浩 我今天想要挖的坑是臨時防衛部的混合戰去中心 然後因為我們的國家的國防部是MND嘛對不對 那我就想說那如果是G0V版本的話 應該就是Ministry of Nobody's Defense 就是沒人的國防這樣子 好好好 所以呢就是3月17號的時候 如果大家有在關注國會的話 陳柏惟就有質詢國防部長 他就說哦這個台灣有沒有混合戰是不是國防部的這個職權 然後國防部長那時候就說哦 台灣其實中華民國國軍沒有用混合戰這個詞 我們是用聯合作戰等等等等 那當天就有這個TPBS的某節目就開始說 這個陳柏惟沒水準這樣子 好 那這個那個連結都有附在這個 附在HackMD大家可以自己點進去看 包括這個諮詢的連結就是IBOD跟那個Youtube 好然後呢因為混合戰這個詞 其實大家講了一陣子 就覺得說哎 大家到底是什麼 有混合就等於就沒有講 就是戰這樣 因為混合就什麼都有 就等於沒有沒有定義 所以就我昨天晚上就有在查了一下 各式各樣的文獻 然後就找到一篇是07年的Hoffman的一篇 paper然後他被曬了100多次 所以感覺還不錯 然後他裡面就有寫到說哦 這個美國在2000年初呢就有講到說這個混合戰 有去中心的這樣的特性 就是覺得哎 天啊跟社群也太像了吧 他寫頭看 decentralized planning and execution 對 然後呢 一方面就是一直在看的時候 就是一直覺得說天啊 我真的頭很痛 因為非常多種不同的戰 第六代戰爭不對 戰爭非正規戰 超限戰 山戰 統戰 網路戰 資訊戰 到底都是什麼東西呢 嗯 我覺得國防就是離我們大家其實都蠻 蠻遙遠 因為我覺得就是啊就交給政府 交給軍人就好 那其實呢 我後來就覺得說國防好像也有大家可以 就是一般人沒有人可以做的事情 那這個就是要提一下Cofax 因為Cofax呢 做了很久的事查核 然後呢 這個這個協作的社群 然後我從Cofax學到的事情呢 就是這個堅持資訊的透明 然後開放資料 其實就是可以協助跨領域的協作 然後變成一個對話的平台 然後還有科學研究的基礎 所以今天就先好來聊一下沒有人的國防 那今天想要做什麼呢 就是查一下各式各樣的關於混合戰的文獻 然後來這個列表一下 然後呢 把累積到的知識貢獻一下 開源的社群 然後最後當然就是閒聊啦 然後呢 我其實昨天晚上已經有做一堆功課了 在這下面 等等等等等 好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來找我 應該會坐在那邊 好 謝謝大家 好 謝謝大家 我這邊 那邊 謝謝大家 謝謝 give 謝謝